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亲耿荣贵乃当地享负盛名的匹挂权明师 耿德海尽德家学少林匹挂门的真传 他生性浩瀚 无门户之见 拜陕西扣四宗师 学习关爱 地堂门和喉拳功夫 也曾经向道心五 迎云边 刘宽德等武术名家学义 一生所学包括匹挂门 地堂门 自然门 太祖门 和盈意权 太极权 八卦掌等内加权术 耿德海将所学的功夫去无存清 创立了大圣匹挂门 耿德海宗师 在各术界得高望重 被推举组织 契路权师会 团结武林同道 耿德海协技南传数十年 传门曾经与二十多位权师切磋 都能够令对方折服 此后更成为朋友 大圣匹挂门的传人 不计其数 对学生的品德尤其重视 能够自立门户的徒弟 有陈秀宗 周星凡 林树凡 许凯四人 而耿德海宗师 亦是一九七零年 以高寿离世 这里就是湾仔兼那道东 七号 以前这里叫河颈桥的 外师公耿德海师傅的武馆 叫民众国术社 就在后面这个地方 炒面又到了 哎呀 真是厉害 师傅这么好 今天听我来喝茶 是 吃了多少 两师徒 最终你两个呢 听听话说 比心机学功夫 那就行了 谢谢师傅 那师傅 你是什么时候拜师的 我拜师很久 四十几年前 那时我只有十九岁 那年我拜师的时候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爸爸和我师傅 陈秀宗师傅 大家是同盟 都是学大胜博卦 我想学功夫 想进修 他就带了我去找陈秀宗师傅 来教我功夫 那时我们在哪里呢 我记得就是在天后地址 对面那间叫百利酒楼 那时因为好像现在这么多人 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是起床 敬杯茶给师傅 做了陈秀宗师傅的徒弟 一做就做了几十年 那你拜师有什么仪式 如果我见我以前的一些师弟 他们来拜师 首先要找人介绍 要经师傅同意 接着就扎一个好的日子 接着就拜神 准备一些小小的拜神用品 或者三生酒礼 就跟师傅 首先跟师傅坐在那里 他就要敬茶 敬茶之后 跟着就向祖师爺敬茶 除了敬茶之外 其实师傅都会安排一些师兄弟 或者一些叔叔司法 是见证这件事的 好了 做完这个基本仪式之后 根本师傅就教他开拳 即是说 师傅真真正正在那么多人面前 是收你做徒弟 教你打功夫 完了之后 那如果是晚上 可能会吃餐饭 如果是中午 可能在街上喝茶 那就叫做一个基本仪式 拜师仪式就消了 那师傅 那拜师有什么资格呢 其实资格是几方便的 通常一般 你学功夫 那些就不一定 立即收你做徒弟 通常师傅可能 观察一下这个人 看看品格好不好 学功夫有没有耐性 跟师兄弟有个感情 和不和合 就是给师傅感觉到 这个人都是一个勤力的 就是勤奋有品格的人 那师傅才愿意收你做徒弟 那另外有一种 就是师傅可能未见过 但是呢 就有些朋友介绍 可能有些师叔伯 同伴呢 推荐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人 品格也好 也都愿意学功夫 那师傅呢 就会从这方面的考虑 如果认为都可以收 就会收你做徒弟的了 那师傅 那师傅 学生和徒弟 有什么分别呢 学生和徒弟呢 有两个很明显的分别 通常学生呢 就是一个 假设 假设 有个师傅 他在一个特别的过程 可能是两个钟头 或者两天的过程 那些学员来报名呢 那大家是没有感情的 因为都是少少 几个钟头的时间 学了一些常识呢 那大家就博散东西 那如果你是徒弟呢 徒弟通常都会跟师傅 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比如可能呢 十年八年啦 甚至乎呢 有些徒弟 因为工作关系啊 或者生活的改变呢 离开了武馆了 没有学功夫呢 但是医院和师傅呢 保持了关系 好像是假不中 你都会说 哎 师傅 我去这里喝茶啊 或者有什么事 需要帮手呢 去回武馆帮手啊 那师傅也都会呢 是关心一下他 假不中 你最近怎么样啊 工作好不好啊 这就是一个 有感情 和没有感情的分别 你学生的原则上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因为大家相处的时间点 但是徒弟和师傅呢 因为大家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去相处呢 建立了感情呢 那这个呢 就是很明显 两种不同的分别 师傅啊 那徒弟和师傅 有什么权利义务呢 其实呢 所谓的权利和义务呢 是互相相对的 就是你做一个徒弟 去想学功夫 你效敬师傅 尊师重度 那这个是对师傅 帮助师傅做事啊 或者对师傅多些关心 那另外一样呢 那师傅对学生呢 就不是说 你一定要是怎么样对师傅 其实做师傅 你都要关心学生 例如你的生活啊 或者你各方面呢 其实一个师傅呢 其实有三个解释 一个叫做全道 受业 解禁 什么叫全道呢 师傅教学生道德 做好人 全藝 师傅教你打功夫 令到你懂武功 做一个懂功夫的人 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说 你有问题的时候呢 你不明白 你可以问师傅 譬如你生活上有困难 在工作上有困难 或者学功夫里面有困难呢 你可以问师傅 师傅这样来解答你 那这个呢 就是师傅呢 对学生的一种意味 那当然权利 那当然 例如你对师傅 隔不中请教师傅 喝茶啊 或者过时过节 送小小礼物给师傅 那这个呢 都可以叫做权利 之间的分别的 可以叫做权利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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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